那么下面我们看专题三 专题三是我们这一章最后一个指示点 就是关于工程的竣工决算 前面我们也讲过 这个工程的竣工决算 不是我们要掌握的一个重要的指示点 我们只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概念 以及相关的价值的分摊原则就可以 就固定资产的价值的分摊原则 那么这工决算 其实是我们建设单位应该做的一个工作 它和我们的资产有关系 和我们财务会计关系联系比较紧密 当然了就是把我们建设工程最后阶段 把相关的投入核算成资产 进入到我们企业的这个什么资产当中去 大致呢就是这么一个基本思路 然后我们看一下竣工决算的一个基本概念 那么这种指示点呢 它不是一个重要指示点 如果考察的话 基本上可能会要求我们去干什么 去做一些概念性的问题 大家看项目竣工决算 是由建设单位编制的反映建设项目实际造价和投资效果的文件 这当然了这都比较书面的 是竣工验收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应当包括的内容 就是从开始筹划 一直到竣工投产过程当中的全部的实际费用 也就是我们的建筑工程费 安装工程费 设备构设费 其他费这些呢 都是我们说要核算的里边 都是我们竣工的进行什么 决算的内容 在这里呢 建设项目竣工决算是综合全面的反映 竣工项目建设成果和财务状况的总结性文件 是办理交付资产的依据 也是呢 竣工验收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呢 为什么给大家读一下呢 希望大家在这里啊 要有一定的印象 如果出现一些小的问答题 我们要大致知道一下它的基本的含义 然后呢 也是分析和检查 设计概算的执行情况 考核建设项目管理水平和投资效果的依据 这个有可能在我们管理的这个科目里边 出一些选择题 就是下列说法当中正确的是什么 按照有关文件的规定啊 竣工结算是由财务 决算说明书 竣工的财务 决算报表 还有呢 竣工图和 造价对比分析 四个部分组成 这个对于我们 案例分析考试来说 我希望大家呢 要把它掌握 就是竣工结算的文件 都包括哪四项 那么有哪两项 是什么呀 核心内容 说明书 啊 报表 还有什么 竣工图和 造价对比分析 四个部分 那么我们说呢 决算的说明书和 财务决算报表两部分 又是我们说 可以认为叫做什么 建设项目呢 竣工 财务 决算 是决算的核心内容 这些呢 有可能出一些小的问答题 第二个问题呢 给大家说一下关于 竣工决算的编制条件 这些呀都是以问答题的形式出现 在这里呢 我就简单给大家服输一遍吧 具体内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管理教材的这个最后一章 相关的描述 竣工决算编制应具备的条件 第一个 经批准的初步设计 所确定的工程内容已经完成了 就是完成了工程内容 单项工程或者建设项目的什么 竣工结算已完成 第三个 收尾工程 投资和预留费用不超过规定的比例 就是可以什么呀 有点留点尾巴 但是呢 都是零星的 可以预见 可以处理的 涉及的诉讼 法律诉讼 只让纠纷 事项已处理完毕 还有呢 其他的影响 工程军工决算编制的重大问题 已经解决 这就是我们说应当开始编制 俊工决算的一个前提条件 第三个呢 是关于编制俊工决算的主要依据和资料 这个我们就做一般性的了解吧 你就大致了解一下就行了 经批准的可言和投资估算书 经批准的初步设计 扩出以及盖算或修正的盖算书 一个是图纸 一个是造价 经批准的施工图设计和施工图预算书 设计胶底 图纸会审纪要 标底 招标控制价 这些呢 合同 承包合同 工程的结算资料 还有呢 我们施工过程当中的一些签证啊 施工记录啊 这些呢 都是我们的依据 竣工以及竣工的什么 相关的图纸 验收资料 还有我们的一些历史资料啊 财务决算以及批复文件这些 设备材料条价文件 以及条价记录 就是整个在我们从开始 项目的可言 一直到我们竣工验收 一些关于造价 也关于图纸啊 施工图的一些什么 基本材料都应该作为我们的 决算的依据 这个呢 就是说 各方的什么 什么计算书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这个这么多一句 我就不再一一给大家继续读了 第四个呢 是关于竣工决算的编制步骤 大家了解 还是那句话 了解一下 收集整理资料 对照合实工程 以及呢 变更情况 合实各单位的这个工程 单位工程 单项工程的造价 然后呢 就是审定有关的投资情况 编制 竣工结算的这个什么 财务结算说明书 填报竣工结算报表 进行造价的对比分析 清理 这个绘制竣工图吧 我们的教材当中呢 还涉及到竣工图 到底怎么绘制 是不是 如果有变更怎么样 然后呢 按国家有关规定 上报审批和存档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步骤 第五个 比较重要了 前面我们做一般性的了解 就可以 新增资产价值的确定 在我们项目竣工 投入运营以后 那么所花费的所有的投资 所形成的资产 按照相关的会计准则 我们呢 都要把它进行分类 新增资产呢 按照性质 可分为什么呢 固定资产 流动资产 物性资产 和其他资产 那么我们的计价的教材呢 已经把它改成了三个 固定资产 还有什么 流动资产 和其他资产 对吧 固定资产 物性资产 和其他资产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仍然按照 案例分析的教材的思路 去给大家去说 新增的固定资产价值的确定方式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新增价值 固定资产的价值 是指着我们说 建设项目 均用投产以后 所增加的固定资产价值 新增的这部分 包括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 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 什么建筑工程费 安装工程费 设备购置费之类的 他说到 以投入生产 或交付使用的 建筑安装 工程造价 也就是费用 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 设备及工器具 购置费 那么新增加固定资产价值的 其他的费用 包括什么呢 土地征用 以及呢 土地补偿费 联合市云软 这些呢都不是我们说 形成工程实体的 那个什么 直接费 但是呢 也要形成固定资产价值 联合市云软的 勘察设计啊 可行研究啊 这些呢 就是工程建设 其他费当中 形成固定资产的那一部分 施工机构的迁移费 贸费工程的损失 建设单位管理费 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 办公设备 生产生活家具 交通工具等购置费 那么在这里呢 联合市云软的费用 是指 有复合或者无复合 联合市云软发生的费用 是支出 大于什么 收入的部分 我们一般说 你这有复合的 或者说 这个联合市云软呢 可能会产生一些产品 这个产品是有价值的 我们就投入减掉这个支出 这就是我们的费用 而不能只算投入 这个收入你不算 这个是不合理的 对不对 这个要注意 这一点很重要啊 希望大家注意 那么新增固定资产价值 计算时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对于呢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 改善劳动条件 借用材料消耗 保护环境 而建设的附属工程 辅助工程 只要全部建成 正式验出交付使用后 就要进入到 新增的什么固定资产价值里面去 对于呢 单项工程当中不构成生产系统 但是能够独立发挥效益的非生产性项目 比如住宅啊 食堂啊 医务所啊 托儿所啊 这些呢 没有直接产生效益 但是也是辅助的生产系统 那么这些也要 只要建成 投入使用 就要进入到新增资产价值 还有呢 就是达到了固定资产标准 不需要安装的设备供器具 交付使用的也要进入 属于新增固定资产价值的其他投资 也是只要建成投入使用了 那么一定 一定都要进入进去 这是 还有这个交付 使用产品的这个财产的成本 应该下列内容呢 进行计算 那么这个呢 大家也是作为一般人的了解 房屋啊 建筑物啊 管道啊 线路等等固定资产的成本 包括什么 建筑工程 成果 还有呢 带分摊的这个分摊投资 比如说有些设计 设计费 也要分摊 动力设备和生产设备 固定资产的成本 包括什么呢 需要安装设备的采购成本 也就是说 整个形成这个使用功能的 基本上所有的费用都要记录 安装成本 购置成本 设备的基础支撞 等建筑工程成本 或者器柱相关的这个 特殊的一些建筑成本 应分摊的代单设备也是 你比如说安装工程的设计费 第三个 运输设备 其他不需要安装的设备 这个呢 也要记录 但是呢 他不计分摊的费用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这几点 最重点呢 需要大家记录一个 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 你比如说我们有 建设项目有些设计费 有些土地的费用 或者怎么样的 你怎么分摊到不同的这个单项工程当中去 那么在这里呢 新增资产固定资产的其他费用 如果属于整个建设项目 或者两个以上单项工程的 那么在计算新增固定资产价值时 应当按照各单项工程当中的按照比例去分摊 怎么分摊呢 大家要注意 建设单位管理费 按照建筑工程 安装工程 需安装的设备价值的总额 按照比例去分摊 那么土地的征用费 地址勘查 设计费 怎么分摊呢 按照建筑工程的造价比例去分摊 生产工艺流程呢 按照安装造价的比例去分摊 这跟安装有关系 这个跟什么 建筑工程有关系 这么一个分摊的原则 这是固定资产这一块 还有什么呢 流动资产 包括达不到固定资产标准的 设备供给具 现金存货 应收应付账款等等 这个我们作为了解就行 无形资产呢 专利 非专利技术 著作权 商标权 大家重点记住一个什么呢 就是土地使用权的这个除上金 属于无形资产 其他资产这里边开办费 建设单位管理费当中没有进入到固定资产的其他费 生产职工的培训费 就是开办费里边的 建设单位管理费不是也要进入新增固定资产吗 就是没有进入到固定资产当中的那一部分 就进入到其他资产 生产职工的培训费都属于其他资产 以及呢 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改良工程的支出 重点其实就是我们呢 培训费 还有建设单位管理费当中 没有进入固定资产的一部分 就进入到其他资产 那么无形资产这里呢 注意就是土地使用权 是属于啊 土地使用权的除上金呢 属于无形资产 那么关于俊工结算呢 我们大致呢 要了解这么多内容 我们通过提一提的方式呢 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就这种思路呢 我们这种知识点呢 主要是进行一些了解就可以 我们看案例7 说高速公路工程需要编制俊工结算 为简单起见 只描述其路基工程的情况 其中呢 概预算分析表 标底及合同费用分析表 项目总决算分析表 给我们这些表格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概预算的分析表 这里呢 只有一项啊 只是路基工程的 第一部分建筑安装工程 工程费 就是公路 它的单位 公路公里 工程数量 概预算金额 这都给了 然后分项这里 是路基工程 工程量 概预算金额 这里包括路基的什么 计价的土方 石方 排水 防护 特殊路基的处理 同样给你的是单位 工程量 还有我们说概预算的 这是概预算的金额 大家注意 概预算的金额 那么后边这些都是定额项目 这个编码 编号 这个我们就不用去看了 这是第一个 概预算的 第二个是什么呢 标底及合同费用的分析表 它的构成还是建筑安装工费当中的 路基工程 包括机家土房 石房 排水 防护和特殊路基处理 给你的单位 工程数量 这里是合同金额 后边是涉及到的这个信物表 清单 这个编码 那么在这里大家注意啊 就是他给你的这个量和价格 就是总价都给你了 大家看 他是概预算的 他是什么 合同价格 这个量 一样不一样呢 不一定一样 那么这个价格一样不一样 就是总价呀 也不一定一样 因为什么呢 概预算的时候是一个 那么我们在签约合同的时候 可能会变化 对吧 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 在总决算的时候 还有这个数 总决算的时候呢 也是构成是一样的 我就不再给大家说了 然后呢 他的工程量和决算的金额 是不一样的 当然会有变化 对吧 那么概预算呢 只是理想当中算一下 先合同的时候是确定的 最后呢 决算的时候 这才是我们的实际的工程量 和实际的价格 给我们这三个表格 要求我们做什么呢 请根据相关数据 签写投资控制情况的比较表 工程数量情况比较表 和对该工程进行简单的描述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叫做对比分析 就是我们那个 竣工结算里边有一个什么 对比分析 就造价情况的对比分析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签写什么 投资控制情况对照表 也就是把我们 大家看一下 这个项目是不变的 单位也是不变的 批准的概预算 你就把前面那个表格怎么样 批准的概预算 因为我们第一个表是什么 造价的对比分析 对不对 你就把我们那个投资情况呢 概预算的数额超过来 合同的数额超过来 项目决算的数额超过来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工程合同与概预算的对比分析 怎么分析呢 你找概预算和工程合同这两项 然后呢 用我们工程合同的数 减掉概预算的数 是不是就这两个差值啊 然后再除以概预算的数 就是增加的百分比 或者减少的百分比 合同工程合同与概预算的比较 就是合同减概预算 这个差值除以概预算 那么决算与概预算的比较呢 那当然就是决算的这个数 减掉P值呢 概预算 再除以谁啊 概预算 第三项 决算与合同的比较 就是决算数 减掉合同数 再除以合同数 然后得到这个比例 就是对比分析 这么一个表格 那么具体的数呢 我就不再给大家算了 大家知道一个基本思路就可以 其实就是一个对比分析 那么这是关于投资情况 我们只看总额 总款额 那么第二个表呢 是工程量的对比分析 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把我们什么 项目不变 把三个表格的工程量 把它超过来 然后同样道理 工程合同与概预算的对比 仍然是合同减掉概预算 除以概预算 然后呢 后边这个概预算 这个决算与概预算 决算与合同对比分析 那么我们把这个 对比的分析的这个表 数字把它算出来就可以 具体的我就不再给大家算了 因为这数比较麻烦 对吧 大家知道一个基本意思就可以 那么接下来呢 通过这两个表格 我们还要分析一下 减数一下这个结论 那么我们答案呢 就大概看一下 基本上就看什么呢 这个对比这个比例过大的 就是差值过大 对不对 你看哪一个比例过大 你就说一下 谁跟谁相比差别过大 工程量或者是投资额 工程量 前面是投资额 后面是工程量 那么根据我们这个条件呢 计算结果呢 就是施工设计 施工图设计的土方 土石方量 以土石方对比 就是它的设计和实际差别较大 第二个呢 是施工图设计 防护工程的设计不够充分 那么施工时产生大量的变更 也就是说 那什么呀 量差别比较大 第三个呢 施工图设计 特殊路基处理工程量 与实际的差别比较大 这个我们就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了 大家看一下第三个 施工图设计 特殊路基处理工程量 与实际的差别比较大 那么在这里呢 这是工程量的对比比较 对吧 关于这个特殊路基处理这块 一个是4.33% 一个是百分之 都是4.33% 没看出哪差别比较大 是不是 我们这个问题呢 就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了 如果说真要出这种题呢 你看这个差别 这个百分比啊 差别过大的 你说两条就可以 他这个说法呢 我不知道他是依据是什么 说工程量呢 他也没有特别大 是不是 那么这个呢 我们了解一下基本的思路就可以 这是我们说这道题 接下来呢 还有一道关于竣工绝算的题目 给大家去说一下 第八题 说某建设单位 你编制某公路项目的竣工绝算 那么该项目呢 包括什么呢 第一合同段是主线工程 第二合同段连接线工程 第三合同段是附属工程 一共三个合同段 那么在建设期内 各项目的工程竣工结算数据 给我们一个表 工程建设其他投资完成情况如下 支付行政划拨土地的土地征用机 签移费 一共是1500万 那么这个其实应该进入到我们的固定资产里面 对吧 支付土地使用权的出让金 2100万 我们原来强调过 土地出让金应该属于无形资产 建设单位管理费1200万 其中呢 有800万是构成了固定资产 那么这个说的很明确了 建设单位管理费 正常来说 形成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 应当进入到固定资产里面 那么剩余那些呢 应当进入到其他资产 这是前面我们有知识点 探查设计费 当然是应该固定资产 专利费 非专利技术 这个应该属于无形资产 获得的商标权呢 这些是无形资产 那么生产职工的培训费呢 和我们那个建设单位管理费 没有形成固定资产的一部分 一样都形成的是其他资产 报废工程的损失20万 应该算作固定资产 适用于支出60万 收费24万 那么这个怎么办 我们前面强调过 对吧 这个应该是60减掉收费的24万 这个我们说要考虑什么呀 收入 你不能只看支出 这是我们说这个基本条件 那么这个表呢 大家看一下 一共是三个合同段 建筑安装工程费这些 设备购置费合计是这些 生产器具总额是这么多 但是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 总额是490 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只有330 剩下那些是没有达到固定资产标准 这是一个基本表格 它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分开了呢 那在有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在记录一些 比如说设计费呀 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费用的时候 你是按照建筑安装工程费去分摊呢 还是按照设备费去分摊呢 这个前面我们讲过这个内容 大家看问题 说什么是建设项目竣工决算 竣工决算包括哪些内容 那就是竣工决算的概念 叫建设单位 从开始筹划 一直到什么 这个竣工验收合格 投入使用 这些呢 费用进行核算 竣工决算包括哪些内容啊 那么我们说呢 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 各项费用 各项费用 前面呢 我们讲过这个指示点 第二个 编制竣工决算的依据有哪些 依据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说的可研呢 估算呢 出社呀 扩书啊 什么概算呢 扩大的概算呢 还有什么一些什么文件呢 之类的 对吧 第三个 如何进行竣工决算的编制 也就是说竣工决算编制的步骤 收集资料啊 怎么怎么样的 第四个 是确定主线工程新增固定资产价值 共同费用均按建安费比例去分摊 下同 也就是这个呢 其实给了我们一个什么 简化 或者说给了我们一个提示 所有的费用都按建安费去分摊 那么分摊都什么费用呢 我们原来讲过那些 是不是啊 第五个 是确定该建设项目的固定资产 流动资产 物性资产和其他资产的价值 那就是在我们这个表当中 你把怎么把这些资产给我分开 还有什么啊 前面这些 怎么把它给分批开 按照不同的性质 接下来呢 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题目的答案 首先呢 竣工学生的概念 这个呢 前面我们讲过这些知识点 就直接把它拿过来了 大家了解一下 大致知道一个它的基本的思路 基本的概念就可以了 反映建设项目实际造价和投资效果的文件 是竣工业生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后呢 建设项目 竣工结算应该包括什么 从筹划一直到投产使用之前的 这个全过程的实际发生费用 这些呢 都包括 那么它的内容呢 分为四个部分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竣工财务结算的说明书 财务的结算报表 竣工图及其呢 工程造价的对比分析 这四个部分 第二个是关于 竣工结算主要的依据资料 经批准的可应研究报告 投资估算书 扩书 初步设计 扩书 概算 修正的概算 还有什么 施工图以及施工图预算 设计胶底 一些会议纪要 标底 招标控制价 承包合同 结算资料 等等 这些呢 我就不再给大家读了 因为这个 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竣工结算编制的步骤 其实按照哪 怎么去编制 这个呢 我们也作为一般性的了解吧 大家只看一下就行 重点呢 在第四个和第五个问题 比如第一个合同段当中呢 这个主线工程 新增固定资产价值 都包括哪些 大家看原来这个表格 大家看一下 这个表格里边 那么建策工程费 设备购质 以及呢 工器具当中的 生产器具当中的 形成固定资产标准的那一部分 那肯定都要形成 新增固定资产 对不对 那么这是我们说 主线工程本身 你不需要分摊的 你自己就有这么多 那么还有什么呢 你需要分摊的这些 也应该给它 记录进去 也记录进去 这是呢 我们说到这个 新增固定资产的这个部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们说的 第一合同段当中的 建筑工程费 还有什么 安装工程费 还有这个 相关的什么 设备 器具费当中的 就是设备费 就是建筑工程费 设备构置费 还有呢 这里边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 生产器具 另外呢 在这里边还有什么 支付我们说 土地的迁移费 土地持人权出入金 应该属于 无形资产 建设单位管理费当中 形成固定资产的部分 勘查设计费 专利费 参加设计费属于 专利费 包括我们的非专利技术 或者商标权 这些属于无形资产 那么职工的培训费 以及呢 建设单位 除了800万以外的 这些呢 都属于其他资产 工程报废 还有运营阶段的这个支出 减掉收入 这些呢 都应该属于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答案 在这里呢 这些是我们第一合同段 不需要分摊的部分 那么这些呢 是我们说要分摊的部分 除了第一合同段 还有第二和第三合同段 那么在这里怎么分摊呢 题目当中有个条件 就是全部都按建筑工程费去分摊 在这里边 大家看一下 共同费用的军案 建安费的比例去分摊 那建安费的比例是多少 它是六千四 那么总额是八一八零 所以说呢 我们把第一标段的 这个自己不需要分摊的 建安工程费 设备构成费和生产器具里边 达成固定自然标准 这一部分 不需要分摊 再加上这些 包括我们的土地的什么 征用费 这些刚才说过了 我就不再说了 然后进行按照建筑工程费的比例去分摊 最终就得到我们合同 第一合同段 主线工程的新增固定资产的价值 然后第五个问题 要求我们去计算一下 该建设项目 总共的所有的固定资产 流动资产 其他资产和无形资产 这四个资产 那么在这里 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分摊了 你就把所有的加起来就可以 这是总的建议工程费 总的设备费 和总的生产器具里边 形成固定资产的一部分 那这是总的这些 还有什么 工程建设其他费里边 其实就是在这 大家发现没发现 1500 880 20 60-24 这些是形成固定资产的 那么流动资产呢 是谁啊 就是我们说 大家看一下 我们整个这个表里边 生产器具里边 把490万减掉 我们说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一部分 剩下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的流动资产 这是第二个流动资产 那么无形资产呢 包括我们说的商标啊 什么专利技术啊 这个专利啊 专利权呢 商标权 非专利技术 这些呢 都是我们的无形资产 其他资产 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当中的 没有形成固定资产的一部分 再加上什么 这个生产人员的培训费 这是其实第五个问题 就是把我们的四项资产 在我们题目当中的给这些数据 进行了分摊 那么第四个问题呢 就对第一核东赚的什么 新增固定资产价值 进行了计算 有自己的部分 还有分摊的部分 那么最后这道题呢 是比较典型的 竣工结算的这个 新增资产价值的 计算的这个 这么一道题目 希望大家呢 对这道题的第四份和第五份 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就是各项资产到底怎么分摊 也希望大家呢 通过这道题 把我们这个竣工结算的 其实大部分的内容 我们要求理解或者掌握的 竣工结算的大部分内容 都在这道题里边 希望大家呢 要重视起来 课下呢 再仔细看一下 那么讲到这呢 我们这个第六章呢 就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分了三个专题 一个是工程馆的结算 支付 另外一个呢 就是偏差分析 第三个是工程的竣工结算 分为这三个专题 把结算和绝算这一章内容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呢 重点是以我们的工程款支付 进度款的支付 工程的结算为重点 那么里边呢 可能涉及到一个 预付款的支付和扣回的 这么一个重量的点 希望大家作为重点内容 把它掌握 那么第六章 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